好另外现在中科三期到底要不要停工 昨天晚间中科局和国科会是一起举行记者会 正式做出了官方停工面板大厂友达可以继续营运的重大决定 中科会表示接下来不会再受理中科三期新的投资案 但是已经投资数百亿元扩厂的友达则是不受影响 等于是替友达中科案解了套